方姐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啊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这个 当我在观看视频的时候呢 你看到下方有一个点击订阅的按钮 啊 你看到了吗 那么就把鼠标引导到这里之后呢 点击订阅 直接呢就可以为您的频道提升订阅量了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功能 不要小看它 但是这个功能呢 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是不是想知道呢 那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做这么一期 这样的小教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方姐 我的频道呢主要是给各位亲们呢 分享YouTube最最最干的干货 如果你感觉我的频道有价值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悄悄告诉你啊 一定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啊 这样你将会在第一时间获取我的咨询 再也不会和我擦肩而过了 我也不想凑过你们 好的 让我们废话不多说啊 马上进入正题 好的 OK 还是让我们首先打开YouTube这个平台的电脑端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进入到您的频道 你可以点击自定义频道 告诉你们一个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品牌 这里好的 我们来找到最下方 有这么一个叫做视频水印的 看到了没有啊 OK 正常来说的话呢 我们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对吧 然后呢我们只需要上传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这个素材上传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它是提醒你 是要选择大小宽度的 稍等一下啊 不要着急 好的 好 大小宽度呢 你看我可以手动的进行调节 当然你也可以啊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就点击完成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在我们视频的右下角 哎就会出现 好我这里操作是比较快的哈 这里面呢是有一个展示的时间 就是自定义水印 它是在你的视频的上边进行的一个显示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让它在视频的最后展示出来 哎看到了吗 好的再继续 也可以让它在自定义啊开始时间 比如说呢 呃我们说让它在第五秒的时候呢 才显示出来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说呢 我们直接选择整个屏幕 也就是整个视频的过程中啊 都会出现 也是可以 这个是随以心意的啊 不过我个人觉得 还是选择自定义开启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啊也就是正常的 它在看视频的时候就这样穿插进去 突然呢它蹦出来之后呢 就会吸引人的眼球了 OK我们就选择五秒钟的时间 好OK点击进去 来发布 嗯果非常的好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找一个视频 看一看效果吧 好的我点开了这个视频 五秒之后呢点击订阅就可以了 然后就会提示你的粉丝点击订阅 好了这个功能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嗯然后呢操作方法呢就是这个样子了 如果说啊你想获取这样一个点击订阅的小图标的资源呢 欢迎你点击我们下方输入公众号 添加我们的公众号 发送点击订阅即可获得这样一个小图标了 哎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是有所帮助的 欢迎你点击收藏 你在操作中啊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呢 呃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我也会在第一时间回复你的评论了 嗯好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